这种我还是继续讲下去 如果大家不嫌麻烦 讲得不好听 我还是继续讲下去 无论如何希望能够把愣眼睛讲完 那是最好 这是关于献天生 上面讲的是献天生 天生一一都献过了 然后就献人生 翻过来 翻过来的文字是献人生 这里都是献三十二印 都是修以磁力方面的 娱乐的境界 比较没有什么都难 文字相同的也比较多 献人生也是献人亡 然后献大神 长者居士等 若诸众生要为人亡 我以彼前 献人亡身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如果有些众生 想做国王 想做人亡 就是国家 人间的国家 他想要做国王 那么就献这个国 做国王的身份 来为他们说法 关于这一点 有人会这样问 世间想要做王的人太多了 过去那些造反的人都是想做王的 难道那些想做王的野心家 关西摩托 也现身跟他说法 叫他能够做王吗 别打这个妄想 关西摩托的 这个大元见识一照 知道这个人的心病不振 他是想享受王位的享乐 在古代 家天下 很麻烦的 如果是这个国家 帝王 皇帝是谁 那么这个整个国家的财产 就变成他的 那么就是 一天一天都要听他的命 他要怎么做 就该怎么做 那老百姓很难的 能够改变他的心意 不容易的 虽然有减官可以减占 可是要回他的心 相当不容易 所以这个想要做人亡 一定很多 仍然想做王 就是民族国家 想选总统的也不少 那么并不是说 你想做他就成就你 你虽想做人亡 菩萨毕竟会用他的智慧观察 看你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资格 心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野心家 或者是单位一体之力 这种人 菩萨不但不帮助他呀 而且又把他这个心意打消 你别想了 你没有这个福分 别想做人亡 应当不会帮助他 帮助的是帮助那个有道的 有道明君 真正能够维护百姓 帮助众生 是能够 由利益众生的这个 招用 完全为公 以天下为公为主 不会为自己的私利 这种人 菩萨 无想会帮助他 所以想做人亡的人 很多很多 但不可能 菩萨都去 扶持他 都会 视情况 而定 前面所列出来的 这些 上智 这个生活冤居 乃至中间的 天上的天神 天王 乃至现在的人亡 世间的人亡 没有看到 这个 观世摩萨的 灵言记里面 感应记里面 有所记载 说是有实现这些事情 因为没有这些记载呀 就没有办法 拿出来做帮助 说明 所以只好顺着文字 就解释 那么 只有前面的 四天王太子的那一段 在这个 缘言法师讲义里面 有那一段 我会发现 这一段原因 也是想看看 缘言法师讲义里面 这些三十二印生的 这个记载里面 是不是有 引证 可以做帮助的 这个简顾 结果翻了一遍了 没有发现 只有四天王太子这一段 这蛮好 我发现这一段 我增加很多知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我也会忘掉 灌顶书里面 原来就有这些 灌顶书本来我都看过 可是不可能通通记起来了 而且这么一点小事情 在看的时候 不是要讲 不会很用心 看过就算了 走马看花 所以关于这一点 在观点书以前 虽然看过 没有印象 如果不是在 讲义里面发现 再查出来 还不会有这种想法 认为 灌顶书里面 有这个记载 高深传也看过 可是看过 也是忘掉了 一方面 那个时候 看高深传 有一点 这个 比较主观的 这个看法 认为 这个属于修密的人 我可以少看 这种不大好 就是 如果是修密的 因为我不修密吗 既然我不修密 我不修密 那个关于密布的东西 我就少看 顶多是翻 翻过去 前后看几行 翻过去而已 所以没有发现 根本就没有印象 或者说 如果在当时 看高深传的时候 好好下功夫 也许就会发现 今天就讲到 这个人亡 明天 下次 下次开始 就讲 这个人亡以下的 长者 居士 宰官 比较有 可以讲的地方 下文就留 下次再说